张立鹏重拳暴揍卡波尔 获得职业战绩11连胜 赛后卡波尔也是丝毫不服 于是派出自己徒弟迎战 想要暴揍张立鹏复仇 来自于巴西名叫罗德里格斯 此战之前张立鹏已经有了5年的磨练 擂台上打法十分强悍 是中国优秀的MMA选手之一 在昆仑爵的擂台上过关战将 今天罗德里格斯有一颗复仇的决心 但他一定会成为张立鹏路上的垫脚石 双方对视火腰位十足 一场复仇大战即刻打响 比赛开始后双方都在相互试探 谁都没有茫然进攻 在一番试探过后 张立鹏率先使出扫踢攻击 对手则是后撤躲避 张立鹏乘胜追击 罗德里格斯健壮 直接高位正登反击 结果背棋截住 顺势打出一记后手拳命中面门 直接将其击倒在地 占据了上位优势 随着比赛的进行 罗德里格斯不愧为巴西柔术黑带 地面技术十分了得 张立鹏也是没有占到便宜 被其用手臂牢牢地控制住 只能无奈地击打三步 让对手松开手臂打面部 有时候这种攻击 可能不会造成太大的伤 但是对手造成不打 在下位的罗德里格斯非常的无奈 纠缠了很久始终无法起身 张立鹏则是疯狂转换 瞄准对手的脑袋就是重拳 罗德里格斯健壮抬起双腿转换 想要施展手臂三角锁 张立鹏反应灵敏 快速逃脱了出来 继续对着脑袋一波重拳狂杂 巴西选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显得十分狼狈 张立鹏起身过后 使出扫踢攻击腿部 罗德里格斯拼命的方向 奈何张立鹏不给他可惜的机会 看撞机会再次猛扑上去 使出两拳砸在面门 对手的美骨直接被打开 血流的到处都是 罗德里格斯见情况不妙立马摟爆 张立鹏正拖出来 对着巴西选手脑袋一波重拳狂杂 被打得双手护头拼命防守 就连裁判都看不下去了 果断叫停了比赛 最终张立鹏以超强的实力KO对手 狠狠地打脸嚣张外国狼 张立鹏连续击败师徒二人 简直太凶猛 为中国选手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